金木水火土,我的八字 2023水兔年的运势精华,是用五行金水木火土来解析,每个生肖的财运,事业运,爱情运,贵人和人气运,它们都是从十二生肖的五行和流年水兔五行的相生,相克和相合之理,推演出来,只要你能看完整片就可以从生肖五行相同之处,误出其中道理,以后你也会用五行算命。 2023农历新年在1月22日,兔年始于立春,2月4日,生肖名称来自天丹地之立法和阴历新年没关系,我们将开始说明十二生肖运程。 生肖鼠在2023水兔年,头脑机灵,潇洒自在,老鼠前脚有四指,后腿有五指,老鼠洗半夜十二点出游觅时,老鼠有阴有阳,处于阴阳两界之间,记忆力很强,聪明伶俐,鼠鼠水。 狱二零二三的水是喜狱之极,走胶际运,兔鼠目,生肖鼠玉兔是水生目,花草土秀,飘香争艳,才华洋溢,人气超旺,思路敏捷,工作轻松,走人气运。 鼠鼠在2023水兔年,会常关怀晚辈,晚辈不能过分溺爱,也会常接触不属,过分殷勤下属会有压力。 生肖牛在2023水兔年,福星高照,三喜临门,有意外之财,牛的五行是属土,是农田,2023是鬼毛水兔年,土刻2023的水,水代表牛的钱财,2023的鬼水是雨水,才从天降,是意外之财,牛是走偏财运,兔子属木,是花草,兔木刻牛土, 木代表牛的工作压力,牛走事业运,牛土是湿土,花草蔬果,繁殖成长速度很快,草木生生不息,代表牛的工作不断,生意临门,事业腾达,水代表属牛男是心中的属女,木代表属牛女是心里的绅士,兔子又是桃花星,单身朋友走爱情运,皆有机会,巧遇投缘对象。 生肖虎在2023水兔年,有五喜,猪是顺心顺意,是拿五喜临门,老虎的五行是鼠木,2023是水兔年,水生木,一喜是贵人相助,步步高升,兔子也是鼠木,二喜是好友相逢,重温友情,老虎的五行也有火和土,土刻2023的水,三喜是财源滚滚,大吉大利, 有车有房,兔子的木生老虎的火,四喜是身体茁壮,精力充沛,2023的水克老虎的火,五喜是生意临门,事业腾达,老虎是大树,兔子是爬腾,爬腾可以爬到大树上,老虎可以照料提拔兔子,兔子也会是老虎的负担。 生肖兔在2023水兔年遇到兔,是棋逢对手,是犯太岁,是不好吗?兔子的五行是樱木小草,2023的水是雨水,是天降甘霖,走贵人运,兔与兔是杂草香蕉,人多口杂,是遇到竞争对手,人多见才,要分才要抢才, 单身男女看到喜欢的对象,也会出现情敌,酷玉兔也可能是巧遇好友,好友合作也能发财,生肖兔2023年走交际运,好友聚餐,饭局应酬难免。 生肖龙和2023水兔年,天河地河,河财,河关,河桃花,属龙者2023年运程还不错,生肖龙属土,它的五行是高山土,还有小草和冷水。 所以,命理称龙是水库,2023是鬼毛水兔年,龙土吸水,水是龙之财,2023的水是雨水,才从天降,龙走正财运,水流于水库,钱财尽库,龙发财无疑,兔子属木,木刻土,是走事业运,龙和兔半和木,有工作,有爱情运,龙土是雾土和鬼水,也相合成火。 天河地河,兔又是桃花星,有婚姻缘。 生肖蛇在2023水兔年,贵人天财,天赐良缘,运势不错,蛇是阳火,阴水克蛇火,是走正观事业运,兔属木,木生活,是贵人运,可化解工作压力,事业运最喜贵人提拔,蛇中有乌土和阴水合成火, 工作生有情,蛇中有羹筋,和兔木合成金,因贵人发财。两个暗和,代表人缘家,可催动桃花,故也有爱情运,未婚女性可遇良缘。 生肖蛇在2023水兔年,喜事重重,马到成功,生肖蛇是无火,水克火,是走事业运,生肖蛇玉兔,是木生活,走贵人运,工作要顺利,要有贵人提拔,马的五行也有土,土克水,水是偏财, 生肖蛇,生肖马在工作中,会得意外之财,属马者在2023水兔年,逢财官运,贵人运,三喜临门,祝您马到成功。 生肖蛇在水兔年,喜气洋洋,走偏财运,还有三喜临门,羊的五行是属土,2023是水兔年,土克2023的水,羊因水得财,羊是走偏财运,轻松尽财。 喜气洋洋,兔属木,木刻土,木代表羊的工作压力,羊走事业运,羊和兔相合成木,牧是事业,生意临门,生活融入工作,相合代表人员好,忙于群组,与人一拍结合,兔子是桃花星,单身朋友走爱情运,羊中藏火,兔木生火,羊在2023兔年还有贵人。 2023是水兔年,生肖猴克兔,猴子的五行又暗合兔,猴子玉兔相克的运程出现惊喜,猴子属金,金生水,猴子在水兔年,才华洋溢,走人气运,兔子属木,猴子克兔子,是走正财运,生肖猴玉兔,偷吃水果,以更暗合,走桃花运,猴子在2023兔年。 23兔年,人才两得,猴子玉阴水,是暴风雨,吐湿流,会伤兔之花草,暗示钱财合并或兔子胃癌离乡。 生肖猴在2023兔年是鸡兔相冲,是冲太岁,运势如何,需要善用智慧发财,鸡玉兔是金克木,是走财运,但是,兔子是流年太岁,占天时地利之忧,气势较旺,属鸡者,理当低调。 2023兔年是水兔年,流年有水,鸡金生水,水生兔木,水可化解鸡兔相冲,水代表鸡的形象,智慧,言行。 一在兔年,要力求表现,要善用智慧之水,增长财运之木,兔年会带来意外之偏财。 生肖狗在2023水兔年,天河地河,多喜临门,眉开眼笑,属狗者在水兔年,事业钱财和爱情三元接种,这是60年一遇的级年良机。 生肖狗属土,它的五行是高山土,2023是鬼毛水兔年,狗土兮水,水是狗之财,2023的水是雨水,才从天降,狗走正财运,高山土兮水很快,属狗者会享受花钱的乐趣。 兔子属木,木刻土,生肖狗走事业运,兔子是小草生生不息,代表狗的工作不断事业腾达,狗的雾土和2023鬼水,相合成火,狗的虚和兔的毛也相合成火,天干地之双合,万事顺心。 我代表狗的贵人,熟狗者常得贵人赞誉,兔子又是桃花星,单身者必有婚姻缘,生于戊虚1958年者或戊虚日出生者,在鬼毛年,财神敲门,爱情甜蜜,天地双合,双喜临门,人生仅此一次,未婚者不能错过此姻缘。 生肖狗 财运,猪和兔相合,人缘很好,走桃花运,猪和朋友的金钱交往要谨慎,属猪者在2023水兔年,常关怀晚辈,幸福自在。 2023水兔年会发财的生肖很多,因为土克水,熟土的生肖财运都不错,火生土,熟火的生肖都藏土也有机会发财,才能升官兔木克土,这些生肖也走势业运,那么哪一个生肖最好最幸运呢? 请看下一个视频,2023最旺最发的生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